Hello 我們今集就製作一個肉眼 一個特別的做法 做兩個不同口感 出來的效果有點像自己家製作的fine dining 看起來就好像很複雜 但是其實就容易過借火 Hello 歡迎收看不熟不食 我是Arthur 我們今集製作一個以牛肉為主題的西式fine dining 我們今次主要這個部位叫做肉眼 我們有眼前這一件非常之大件的肉眼 你今次會用它來製作一個叫做肉眼卷 這個牛肉卷就非常之簡單 用兩種不同質感的肉變成一個食物 煎香之後切開淋汁 是非常之有這個肉眼你想像不到的口感 因為吃下去有少少像牛肉球 但是它裏面又給予肉眼基本的一個叫口感 我們在開始煮食之前都介紹一下另一個主角 我們另一個主角就是這一卷的Temple Mega廚房紙 這個廚房紙比它們一般的Temple廚房紙 是足足大了25%的 非常之大張 吸水吸油清潔密度特 所以我們稍後就會示範一下這卷的Temple Mega廚房紙 有多厲害 好 我們事不宜遲處理材料先 這卷全新的Temple極級萬用廚房紙Mega 它有三大特點的 首先它有Fabric Air的極纖技術 可以達至8倍的極級吸水吸油 三層加厚設計 強硬堅實 還有五重的安心檢測 可以完全放心使用的 首先就拿一件肉出來 放在我們的Temple的Mega廚房紙上面 記得用這個紙將它表面印乾它 哇 真是很吸得 留意我們肉眼有一個叫做Cat位 我們Cat位就會用它打碎 肉眼的肉的部分就會留下切條 卷進去我們牛肉卷的裡面 先切一塊的牛扒出來 一塊非常之美的肉眼 這個是一個草字的肉眼 然後就可以將Cat的部分撕出來 這樣 分開了兩邊的肉 好 第一件事 我們就先將Cat位切開幾塊 然後我們的肉眼就可以切開一件件 粗一點 方便我們卷進去的時候 形狀就比較漂亮 將我們剛才切好的Cat位就加進去 適量的鹽 開胡椒碎 然後這個Paprika甜椒粉 一個湯匙 然後忌廉 一個湯匙 一隻蛋 好 下一步就將它打碎 好了 打到它完全變成免治肉碎之後 那就為之OK了 然後就找一個小袋子 如果沒有這樣的袋子 你慢慢將它攤平在保鮮紙上面都OK的 這樣就先練一練多餘空氣 將頂我們封了它 然後這個時候就可以用一張保鮮紙 就攤平在我們的桌面上面 之後就將我們剛才打好的免治肉 就擠上去 長度留意 就是比我們那件肉才包得完 所以那個長度我們可以量度 假如是這樣 我們就在這裡擠一行下去 好 可以拿走它 那怎樣為之足夠呢 其實真是很適合我們塞多少肉 在我們的免治肉裡面 那為什麼我們會留一些筋呢 是因為我們轉頭吃的時候 都想有些口感 所以我們的肉 是會連著一些筋一起打下去 所以吃下去 會有一點點像這個肉球那樣的口感 就不會說只有免治那麼悶 好 這個時候就可以找一根掃平我們的免治肉 就令它完全搏在一起 按開它 養開一點點 一樣那麼厚 這樣出來的效果就會好一點 OK 下一步就可以將我們的肉 就鋪上去了 千萬不要忘記 我們這塊肉都要調味的 好 假如有芥辣 或者是這次用的這隻叫chili mustard 可以塗上去 有一點點像這個威廉頓牛的做法 如果沒有這隻 用回英式的芥辣都OK的 托一托這個位置 包在肩肉上面 好像捲蟹捲那樣 我們扶一扶它先 包一包 然後拉出來 再向前捲一下 這樣就可以確保我們肩肉 是叫做很even的捲起了的 然後就向前推 這樣 先擰一邊 然後就扎了一邊 我們封了這一邊之後 就可以封了這一邊 就盡量入少少 令到形狀更漂亮 一邊一邊擰 就好像被我們拿進去另外一邊 那就變成一條牛肉的腸了 好 下一步就拿去慢煮 好 然後放入慢煮水溫 攝氏53.5度 我們慢煮它一個小時 稍後回來再說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準備一片的大葉 當然沒有可以用蔥代替的 再去摺上去 捲到一個柱子這樣就切下去 每一下切下去就會得到一個 很完整很漂亮的大葉絲 很清新的這些 好 這個時候就可以再調到gravy 簡單一點我們用一些現成的gravy 那些粒粒 就調適合自己的稀潔度就可以了 假如不夠的就再加多一些果粒 好 這個時候就可以拿回 我們已經慢煮好的牛肉卷出來 知道慢煮通常出來的效果都很濕 我們就要把它印乾才拿來煮 就用一些厲害的廚房紙 例如是Temple的Mega廚房紙 把它印乾表面 因為我們有Cream和蛋的關係 和牛筋 就可以確保到那個面子的部分 是黏在一起的 拿出來 好了 還沒得過 它還是濕的 再印一次 盡量要令到它的水分是少些的 好 輕輕用音力按一下它 逼一逼水分出來先 OK了 好 下一步就可以拿去煎 好了 用平底鍋 我們加一點油下去 燒熱鍋 好了 油熱的時候 就可以把我們的牛肉卷放進去 輕輕鮮進去 我們煎香表面就可以了 因為其實肉都已經熟了 借助鉗子幫幫你 我們煎香表面就可以了 好 關火 好 用廚房紙 將多餘水分和油分吸收去 確保那些水分和油分都是吸收了 入口就不會說很油膩 這樣 包包它 拿出來 rest它五分鐘 好 用 揉完之後就可以直接切了 由於我們煎香表面 那個外皮就沒有那麼容易被我們切散 裡面的肉眼也是煮得剛剛好的medium red 我想說那個外皮的麵製部分 入口除了是軟之外 都有一點點牛口 吃下去有一點點像在吃牛肉球 好了 我們排好之後 就可以直接把我們的醬汁淋下去 假如大家有其他想加的醬汁 亦都可以在這個時候就加進去 好了 少許的黑胡椒碎 然後我們清新的大葉絲 就是這麼簡單 我們今集這個是肉眼卷就已經完成 是不是非常之簡單呢 那 假如大家想煮這道菜的時候得心應手 記得要用一張好像Tempo Mega 那麼厲害的廚房紙了 好 我們今集分享到此為止 下集再見 多謝收看今集的不熟悉食 拜拜 雞蛋 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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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